欢迎来到W篮球播客 我是主持人Wendy 我是雨珊 欢迎来到W篮球播客 今天是一集很特别的一个我们的专辑 因为雨珊现在正在葡萄牙当职业球员 所以我刚好邀请到了 之前有上过我们节目做专访的Bokey 欢迎Bokey 哈喽大家好 嗨Windy 那大家如果有听过上次访问的专辑的话 应该知道Bokey是去年在华盛顿神秘人的翻译 那他也有做很多篮球数据的研究 所以今天我们刚好 因为我自己也有稍微做一些篮球数据方面的 就是相关的一些研究 所以我们想要一起讨论这方面的东西 那这是因为刚好在Thread上有一个听众 他有问我们 他说想了解职业球队如何将大量数据判断 唯一有用并如何融入训练与战术制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大概的主题 但是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讨论各式各样 我们观察到还有我们自己的思路跟一些思维 那我们就先从一个比较概括的方向开始讨论好了 就是因为Bokey之前有在职业队里面 所以我想问Bokey有没有对于职业队在运用数据 在可能对于球队训练跟战术的运用 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大量的数据被用到 然后我们可以分开讲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很一针见血的问题 没错 关于比赛里面 我觉得会有这样几种情形吧 就我有遇到过教练很看重 就我们用了什么战术 然后每一个战术出发现在比赛里面发生了多少次 然后这些战术分别的成功率都是多少 这样教练可以大概有一个了解 什么战术对阵什么球队的时候是有效的 这是一种情况嘛 然后根据教练他 当时可能遇到的 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就有的时候他会说 我们这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战术 有内而外是给主要设计给我们内线球员了 那到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战术执行下来 最后球出手的球员都有哪些 是不是真的做到了这个战术是 为这名球员所用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对对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向 你提到一个我觉得蛮 可能有一般的人听到数据他可能不会想到最终数据还是要应用在球场上面 那我觉得像你说这种情况很常都是拿来验证可能团队的一个成功率 或是像你说我常常听到一些教练就是说 哦这个球这个战术是为了什么东西设计的 那我觉得数据是一个蛮好 蛮好的一个方式能够去验证 你的球员或是你设计的战术到底有没有你想象中要达到的那个结果 因为可能你的战术设计是要给你要得到三分球的偷篮 但是like half the time你都是一个切入上篮的一个情形 那可以再去检讨你是这个战术是因为你的战术设计有问题 还是你的球员没有明白你的战术设计的的goal 就是你的目标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向 对是然后我还有遇到过就是 其实就我们说的比较多都是那种挑一两个教练表情关心的问题 然后去找最硬的可以阐释或者是解释这些问题的数据吧 就是其实篮球里面的数据有好多 它的量很大 如果全都呈现给教练的话就会有那种信息过载的情况 然后就是有的教练他比较有目的性 然后这个时候就做数据分析或者视频分析的人就会做变成才的帮手 然后帮助他解决一些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 在比赛当中的时候也会去记一些比较 主要基本或者比较基础的数据 像我有遇到过就是去帮助教练计pace就是比赛节奏的 就有多少投篮是在就0到8秒的那种快节奏情况下完成的 有多少是在8到14秒 有多少是在8到16秒 16到24秒这样分开的 然后在他叫暂停的时候就可以跟教练碰一下头 说我们可能最近要这个教练想打快 但是我们可能打的节奏就比赛 这样他就知道去跟球员再强调一下比赛里面要注意的东西 对对对 像是在NCWA或是在NBA或是WNBA 在timeout的时候在暂停之前教练都会先跟助理教练先对一下 他们想要强调的 他们会先有一点点时间 教练团会先讨论然后再去跟球员沟通对不对 对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教练要 嗯 这个我在 就是 可能比较amateur的层级 业余的层级 或是可能在一些其他联盟 比较少看到 就可能 台湾的大学或是可能高中 可能不会有这种 时间在暂停之间 可以在教练团先沟通 对哦 有这个 嗯 是有这种情况应该 嗯 可能也是因为这些比较高级高水平的联赛 他的资源比较多吧 所以教练可以在暂停的时候跟他们聊 而且电视电视转播也有广告 所以他们可以转播 呃 暂停长一点 对 就有更多的时间 考虑一下下面的打法 对啊 那 你刚刚有 有提到一些 嗯 实际运用的 场上的例子 那 我觉得 你可不可以就是描述一下 有的时候教练 他们想看到的数据跟 嗯 一般可能观众看到 box score 或是甚至 advance advance statistics 就是一些经验数据 有什么差别 那 这些 数据又是怎么去计 是自己去计算 还是 嗯 如何去记录 嗯 嗯 先回答你 第一个问题 就教练看到的数据 和观众看到 会有什么差别 就我觉得 当然教练也会去看 box score 就是一些基础数据 和进阶数据嘛 他会看一下 呃 看的比较多的是 可能会在比赛里 看一下offensive defensive rating 就大概看一眼 就知道我们了 禁锅防守 整体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我觉得另一个方面 是教练他会 他对比赛理解很多之后 他就知道他需要 看什么 他可能看到他的 offensive rating很低 就会想到其他的一些 要去注意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他就会找 比较细节的那些 像 哦 不同打法的效率啊 像我们进攻的节奏 这些问题了 可能观众就 不会考虑那么多吧 呃 关于这些数据的获取呢 嗯 我觉得有两个 肯定会有两种方式吧 可能有别的方式 但我现在 想到的是两种 第一个就是 在比赛过程当中 你就靠你的助理教练呀 或者靠你的 video coordinator 大家去帮忙记一下 就像刚刚 我说的像 比赛节奏啊 之类的 然后 在赛后呢 也会有 就是有数据 有数据分析部门 或者是帮手的 教练团队会让 他们就可以去做 就是他会回头 看自己的比赛 然后做数据分析的时候 就会 呃 把每一个 打到的战术 打好标签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打标签 的软件就像 Sports Code 它就是一个 很好的数据分析 打标签 然后整理数据的 这样一个软件 然后这是内部完成 这个数据采集的 两种方式吧 然后现在还有 在职业脸采集 在NBA里 应该是唯一一个吧 现在 它会有 专门的 高级数据分析的供应商 像 像Synergy 它会帮你 打好其他的标签 比如说我用的 什么 小配合 手地手挖挡拆 之类的 还有一个 很高级的 这样一个数据服务 叫Second Spectrum 它也会 把这些标签打出来 然后 它的标签 也会更细节一点 就比如说 我们每一次 挡拆之后 球员是下顺 还是 下顺还是外弹 然后这个球 是传出去了 还是 然后那个持球人 自己上篮之类的 然后这一部分数据 就是量很大了 然后你可以在 针对这些数据 做一些 而更细节的 钻研的话 也是就交给球队里面的 一些做数据分析的人 去做 就大概想到了 这些数据的来源 Second Spectrum 真的很酷 因为除了 像Synergy 它应该是用影像 就是纯粹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 那个视角的影像 去记录这些数据 不过Second Spectrum 它又能够 加上球员的定位 所以 像你说它能够知道 这个球员 它是不是roll 或是它pop 等等 它又可以 做得更细一点 但是 Synergy它可能就是 记录球的动向 就是大概 球的动向而已 比较不会记录 所有 场上球员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 有Second Spectrum 真的太强了 很幸福 真的 教练可以 想到很多问题 都可以直接 就有更明确的方式 对 而且它节省了很多 时间 就是分析一场比赛的视频 大概 可能一场比赛48分钟 分析下来 可能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然后Second Spectrum 大概 你比赛完当天晚上 或者第二天早上 这个数据就传给你了 然后你就直接 可以用 是很 它的价值 我觉得提供在于 它就很多的数据 在一个 它节省了很多人力和时间 对 加上像NBA的 比赛场次非常多 那 它们的 比赛的 就是 常常隔一天 或是back to back 就要进行下一场比赛 所以 能够有快速的 获得这种数据是非常 对它们来说非常需要的 太酷了 对 那我可以分享 做视频分析的人 对 可以多睡一个小时 多休息一点点 对 我刚 我刚想到 就是可以分享一些 我在 就是我们大学球队里面 会记的数据 因为 其实每个教练 他想看到的 像你说 很多教练 他们有比较 就是 specific 就是 他们 细节的想看到什么东西 那每个教练又不太一样 所以 我 对 我现在在的球队 这个教练 他们 其实 有点复杂 因为 有 总教练 然后他们也有 防守 防守的 assistant coach 还有进攻的assistant coach 所以其实 每个人想看到的东西 都 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 当然就是 一般会以 总教练为主 那 我 我现在 在记的数据 大部分都是进攻端 然后 球 球移动 在每一波进攻 球移动的 嗯 它的动向 像是 有没有轮转 球 就是 球有没有从 在这波进攻 球有没有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结果是什么 还有 呃 可能 球有没有攻击到禁区 之类的 嗯 类似这种 数据 还有可能 出手是三分球 两分 两分球 中距 或是上篮 就是我目前 比较常 在比赛之后会 或是比赛中 跟比赛之后 都会记得 数据 那 我觉得 就是 有这些数据 对于 可能 嗯 看比赛的人 或是 对于教练 他们看到这些数据 不是只看到 哦 我们 进入到paint 就一定有 比较好的命中率 或是 有ball reversal 就代表 就代表 我们会打得比较好 我觉得其实 这会因为 每个球队的 不同 不同的context 他们不同战术的运用 会有很大的差别 我有一个发现的 就是 有一次我们打 一支球队 他们 平常我们都是 有ball reversal 或是有 禁区 paint touch 都是我们 攻击率最高 或是命中率最高的 情况 不过有一次 呃 有的比赛 就是我们 在没有ball reversal 的情况下 反而投篮的 命中率更好 三分投篮的 命中率更好 所以 那是如果 你看比赛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 哦 这场比赛 对手 时不时会进入 二三 二三的 联防 那其实 在这种情况 对我们球队来说 可能 嗯 球攻击到禁区 然后在分球 这个时候 对我们的 射手来说 是比较舒服的 投篮 投篮的 呃 情况 所以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 有的时候 有很多数据 但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 有好的context 就是 了解他 在什么情况 会发生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数据 会有一点迷茫的感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情况 会有 你有 有什么例子吗 做书 嗯 让我想 让我想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太 就发生的太频繁 就有时候 你看到数据 会觉得 嗯 我会觉得 有一点无厘头 就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再去看 再去看录像的时候 就会发现 哦 嗯 原因有什么 123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根源 可能在于 嗯 我觉得在于 这个数据 讲的故事 永远都是片面的故事 就是 他不能完全 把场上 所有的东西都 嗯 都记录下来 而且 嗯 没有办法 然后可能数据 很多时候 尤其是我们 记录下来的数据 它是一个结果导向 并不是过程导向的数据 嗯 就 嗯 这个未必准确 但也可能是因为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篮球的变量实在是过多吧 就还是主要比较片面 嗯 像是之前 呃 我就有在想 因为数据 在体育里面 一开始是棒球 作为 就是起源的 对 一个运动 那 棒球跟篮球 或是足球 或是冰球 的不一样就是 嗯 他们称 有的人称篮球 足球 这种为 like 要做出很多 选择的 呃 运动 就是你在 有很多read 对对对对对 你在每一秒钟 你都要 球员都要做出选择 不只是 拿着球的人 你的队友 他要不要cut 对 他要不要往底线走 要不要上升 这些都是 呃 球员都要做出选择 但是 像是棒球的话 就可以 可以比较好的去开发 因为 他的选项比较少 然后也限制比较少 嗯 但是在篮球场上 你永远不知道 这些球员到底会干嘛 呵呵 对 这就是 嗯 我觉得这是给数据的一个 标 呃 一个难题吧 对对对 嗯 也更难去理解 或是很 如果你 只看数据的话 像你说也很难去 马上的了解它 不看录像 不会很快的 就能够 呃 给自己 他 就是 描述他发生的情况 我觉得 对 就 就 我觉得 我觉得另一个例子是 呃 我可以 我可以量化这个球员的投篮命中率 就他在这一场投篮命中 就是 比如说一个好的射手 他可能投篮命中率在40%左右 然后 嗯 然后有的比赛他会高一些 有的比赛会低一些 但然后你看到他投篮命中率低的时候 不代表他的投篮水平低 嗯 然后代表可能是他的那一场 投篮机会不多 或者是防守的压迫很强 但这些 嗯 就防守压迫这个点 这个数据量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很难知道 哦 他的投篮命中率怎么那一天那么低 对对对 或者是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反而 后来我觉得 有一些数据 嗯 就是 场上有一些情况 是比较effort based的 就是 你球员愿意去做 他就会发生的事情 像是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 嗯 普遍的应该就是box out吧 就如果你 你的球员只是站在那里看 看着对手投篮 然后他就站在原地看 这就是很明显 他可以选择 一定要做到box out 或是他不要做到box out 但像是 像是投篮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 不确定性 就是 你 对 你可能因为对手的防守 或是 其他因素会 导致 他数据上的一些 差异 但是 嗯 也有很多场上的情况是 就是 球员可以做到 就是他可以选择做 或者是不做 然后 这种数据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嗯 就像hustle stats 对对 就是有的球员会 做很多那种 5050的球 去那种 对 嗯 我觉得这种 这种 stats在球员评估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 嗯 reference 就是 可以 可以不用太多的 context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球员是什么样 他是什么样的 形态的球员 或是 他的心态 跟场上的 嗯 他的机动性之类的 是什么样的球员 我觉得这也蛮酷 哦 是 因为像是篮板 篮板的话 如果你只记篮板 但是不记box out 就算有的时候你box out 不一定会抢到篮板 或是你可能你box out 但是刚好让你的队友 可以去抢到篮板 对对对 哦 或者有的时候 就是单纯的运气 然后你就 你那一天 就有很多球掉在你身上 然后你就拿到篮板 也有那种情况 但是我之前在打球的时候 从来没有篮板 刚好掉到我这边 永远都是弹到另外一边 那可能因为你防的经常都是射手 外团外围的球员 还是比较难抢到篮板 我觉得 对 会被截掉 我们刚刚是不是还要讲 还要讲一下 数据是怎么用到训练里面 我们好像还没有聊到 对对对 嗯 就我觉得 这个也比 我也有一些经历 就我们可能 我们之前聊过 像 像 他训练里面有一个设备 叫做Noah 是专门来 亮花投篮的嘛 嗯 然后 嗯 职业联赛 就像 在做球员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球员发展训练的时候 这会是一个很有效的 数据源头 就 我们可以 最明显的是可以 直接量化训练的体量 就是volume 我们每天确定要投多少个篮 然后这个volume 我们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记录 然后 如果投篮差 就假设投篮差一点的球员 我们就可以多练一下 这是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你可以 把它 分解成为好多种形式 就比如说有的就是 我在catch and shoot情况下 我的命中率和那个投篮之后的篮球倾向 左右左右啊前后这种 呃量化 然后可以 同样你可以把它分解到 比如说我 我dribble dribble pull了 就是我的运球投的时候 那我投篮的这样一个趋势又是什么样子的 是会 向左偏吗 向右偏吗 就这些 就会给 训练的时候 可以让你做出更多针对性的调整 这是一个数据可以用来 帮助训练的地方 对我觉得 那个系统 就是可以记录你进球的很多数据 其实这蛮搞笑的 我有跟一个就比较老一点的教练讨论这个东西 我说 就是我要跟他说 有这个投篮可以帮助训练的 呃算是仪器 然后他会记录这些数据 然后你知道老一点的教练他们就觉得 他不需要数据 他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球员投篮的好坏 或是他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球员 我说 对 对 你可能可以做到没错 但是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个你 你懂吗 就是 就算 有些教练他能够 做到 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 如果你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提升 呃 提升投篮 说不定世界上只有 可能十个教练他真的能够 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球员是怎么样的 不过 十个教练不可能 呃 可以提升这么 世界上这么多球员的投篮能力 所以我觉得 呃 有一些教练 会比较排斥 就是可能 新的一些技术或是数据方面 在篮球训练上面的这种运用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如果你能够让 用更容易的方式让更多人 可以 可以做调整的话 我觉得这一定是会 对于球员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吧 嗯 我同意你讲的 观点 可能这个 对于你刚刚说的那个教练来讲 这个技术给他带来的额外的价值 没有那么多 那就像你说他已经 很娴熟了 对对对 但他可能也教不到很多球员 嗯 像是 像这种教练要 可能要达到他的这种 呃 看到 他能够看到的东西 可能他要 可能他要在篮球里面工作 可能 四五十年他才能达到 就是他最顶级的教学的 的那种 层级吧 但是 如果有这种仪器的话 可能你在技术还没有那么强的 教练的训练中 你也可以有比较好的指标 可以去调整你自己的训练 我觉得 对 嗯 呃 就接着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这个 这种投篮的 这种数据 或者就是Noah这种 嗯 技术投篮的 他不仅只是对教练有用 他对球员可能 效果更大 就比如说 我们每一个月可以 都可能给球员做一份投篮报告 就你训练当中 你可能每一周你投了多少篮 然后 在大概在休赛期或者什么 球员在有那种 长时间的训练过程的时候 他可以看得到 自己的命中率的进步 然后这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馈 嗯 但如果没有这个 这种 嗯 这种技术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 你可能一 没有这种反馈 二 如果有这种反馈的话 就需要很多的人 核武 更多的手工记录 就这都是 他价值的体现 但是 从我的经验来讲 球员看到他 之前他练的很多 训练的这些证据啊 这些记录的时候 他们自己都会 有很大的一个 那种心理的 一个boost 信心提升的作用啊 对 嗯 我觉得这是 这一点 这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也是很有价值 因为 作为球员 有的时候 你可能 你可能有低潮期 或是什么之类的 不过 如果你有这种 嗯 像你之前 可能你在 修载期训练的时候 的一些报告 那他就跟你说 你训练的时候 能够投到百分之六十 在三分球 在三分球可以投到百分之六十 但是 你可能经过一个低潮期 你 你可以回去看 看到这些回馈 那你可以给自己 有一点 更多的信心 就是 你明明就可以 达到这个 标准 就可以 不要 就是不用害怕 可以继续投篮 的感受 对啊 嗯 就是他会有 对球员一些很隐性的 或者心理层面上面的 积极的影响 对对对 哇 蛮酷的 那像我刚刚说到 有一些教练比较 嗯 排斥就是数据方面的运用 你有没有遇到 类似这种情况 嗯 我遇到的比较少 就我 我觉得我可能 比较幸运的是 大家都 就是 就是 我进入到这个 行业的时间 可能恰恰都在 大家对这个数据 是越来越接受的 这个阶段 也可能运气比较好 就有很多 比较新派的教练 嗯 然后我觉得 这个问题的 另一个层面 可能是在于 数据呈现给教练的方式 是不是让他容易接受 然后这是我特别 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也聊过 数据量真的太多了 就是 可能我们是 有一些数据背景的 看到都会很头大 你要想一下 这些数据 不加修饰 不加提炼的 呈现给教练 教练第一 他专注于数据的时间 就很少 第二 他的精力 分散在各种事情上 嗯 就是 你让他 完全的去信任 这个东西 也不现实 对对对 所以很多时候 嗯 很多时候我觉得 这就是人跟人 沟通的一个方式吧 我们怎么把数据 转化成教练听得懂的 故事 或者是 呃 转化成他比较熟悉的 语言给他 对 像是 呈现方式的话 我 我在 现在这个球队 有遇到就是 嗯 到底是要给他图表 就是可能一些 bar graph 或是 各式各样的表格 或是 还是直接给他 像box score那样 就是一行一行的字 还有 嗯 可能 出手几 出手几球 命中几球 还有命中语 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比较酷的 就是之前 在台湾的时候 我去 我有去Tica的签书会 然后他有提到 就是 他遇到的教练 就是喜欢 看到图表 的呈现方式 嗯 但是我遇到的教练 他反而 嗯 他比较喜欢 长得像box score那样 很 很干的 嗯嗯 一行一行 然后 就是 他不喜欢图 对 所以 在每个教练的 像是 我猜 很多教练 他不一定对于 嗯 数据或是统计学 他有 足够的 就是 学习吧 可能 他以前呢 学的 科系就是 没有类似的 这种 嗯 嗯 这种的课 可能 他就喜欢看到 就是字的呈现 但是有的教练 他可能稍微比较了解 这种 他就 觉得 图表的方式 他能够很快的 看到 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是 非常不一样的 风格不一样 嗯 对 真的 我同意 那你有 你有发现 什么 什么样的呈现方式 是你遇过最 教练最能够接受的方式吗 我觉得 我遇到过教练 最能接受的方式是 你在他向你走过来的时候 然后把他叫住 说我发现 就是你把那个结论 直接告诉他 直接用 就 嗯 我觉得教练 在 在我当时那个环境下 教练比较忙 他就希望 你先拿结论 然后你先拿结论 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之后 有的 有的教练会跟你有一个沟通的过程 然后你可以再把 你可能的想法 或者你的 你的论据 你再把数据给他看 有的教练可能 他已经比较信任了 他就希望 就 就直接 就立刻马上结论给他 对 我觉得 对教练来说 保住 保护他的精力和时间 然后同时给他高质量的信息 是最重要的 所以 就 我觉得是这样 最近我在听一些篮球播客 然后我都听到 我听到了好多教练的 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是说 他说 我们在比赛之前 会收到 比如说数据分析部门的赛前报告 比赛之后 会有赛后报告 我说 我的天哪 那报告到五页六页 好长 对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 很容易底线啊 就 就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觉得 看五页六页的东西 那种心理压力会很大 然后时间很长 我就会觉得 你就帮我体验一下 告诉我就好 我觉得有一个 很类似的 就是 我之前也是听播客听到 就是 Youtah Jazz的教练 他就 那个访问者问他说 你的film study 就是 你在比赛前的 影片 你会给 影片的 球探报告 你会给球员 多少个clip 你会给他们很多 很多或是很少 然后他就说 他 一般不会给太多 因为 你给到超过一定的数量 球员就完全 已经毫不在意 你跟他讲的东西了 真的是这样的 对啊 你 他也说就是 在huddles 或是 你在暂停的时候 你不能给球员 或是赛前的时候 你不能跟球员说 哦 你要做好 这十个重点 球员根本没办法吸收 十个重点 这个东西 他要打球 然后他要想你 这十个东西 他要怎么做 根本就是 不可能的任务 我觉得 同样的方式 可能数据分析的团队 跟教练沟通 也是类似的东西吧 因为毕竟教练 也不是专研 这个 这个 主题 或是这个 怎么说 这个方向的 方块的东西 对 其实教练 他想要的就是 我有一个问题 你帮我解答一下 然后在 你有数据啊 有证据的情况下 帮我解答一下 然后赛季中嘛 因为时间很紧 所以就 我觉得一切就是 短平快 准 越简单越好 对 然后可能在 修赛期的时候 嗯 大家时间都比较充裕 你可以做一些 深度的探讨 然后 了解一下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像是刚刚那个 训练方面 要怎么运用数据 我觉得 在球队里面 嗯 我对 可能 之前有一个教练 就是有问我 说 可不可以帮我看看 这个球员的 投篮 三分投篮 那我就有去看一些 我自己作为球员 我可能第一就是觉得 呃 厂商的位置可能会影响 球员投篮 然后 另一个就是可能 你脚步 你的 投篮脚步是 怎么样 你是 hop 你是双脚 双脚投篮 或是 你是单脚 就是一二 踩一二 补进投篮 嗯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 记录一个球员 的呃 三分阶球投篮 我觉得 就可以很明显的 看到 他在 场上的位置 还有 他的投篮 的强项 到底在哪里 倾向 对对对 就在训练训练方面 我觉得 也可以拿来作为 可能修赛季的参考 就是 你在 这两个点 投篮 特别不准 或是 你在这个 脚步的情况 投篮 特别不准 那你在修赛季 可能 你是要选择 强化你原本的 强项 或是你要 可能把你的弱点 提升到 呃 可能一定的标准 之类的 我觉得这也是 在训练上 可以运用 数据的一个方式吧 嗯 完全 对对对 我很同意 对 你 我觉得 如果 我觉得我 我之前 作为球员的时候 如果能够 就是 如果我自己 有想到 可以这样子 去记录我自己的 呃 场上的表现的话 我觉得 应该对我帮助 也会 更有效一点 就是在训练上 可以让他 变得更有效率一点 不会 不会比较迷茫的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我们要不然帮雨珊做一下这个项目 帮他记录他这个赛季的表现 对 我觉得蛮蛮不错的 对了你最近在 你最近在做的 自己做的project 大部分都是 什么类型的 我想做一些 就基于 基于视频 就像刚刚说的 我想记录一些 比赛里面的细节 然后就是 球员 比如说他挡拆时候的倾向 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 有一点私心 我想看一下 什么样的技术动作 在 什么配合里面 是有效的 哦 就比如说我会记 比赛当中 嗯 配合就分 就举例子嘛 就是挡拆手递手 以这两个举例吧 就可能有的球员 他挡拆之后 就你把所有他挡拆的事情 先都留下来 然后你再去 连贯的看这些挡拆的视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的倾向很明显 就有的球员就喜欢 就比如说 呃 我右面来一个挡拆 然后我 然后我 有的球员就是 我就是喜欢不走挡拆 我就走了 对然后我就去突破 然后呢 也有可能他就喜欢 我就去喜欢过这个挡拆 然后过了之后 我就运一步投篮 或者是挡拆之后 后车步 然后等我的队友瞎顺怎样 就是 然后你会看到 他很喜欢 在挡拆的时候 向右一步跳投 一场比赛 哦 很多场比赛 然后出现很多 但他的命中率很低 但是相反 当他在做 左侧挡拆 左边运一步跳投的时候 他的命中率又很高 嗯 所以就觉得 就可能 这样的话 嗯 他的价值就比较 比较多吧 就可 就我作为一个 观看的角度 我大概可以知道 什么样的技术动作 很有效 我或者我挡拆的时候 可以这样做动作 然后可以 作为球 如果是一个球碳的角度 我可能就会看到 嗯 这个球员的倾向是怎样 然后他如果真的 右边过挡拆不好 那我们比赛的时候 就不要 就挡拆的时候 就逼他走挡拆 嗯 然后看他挡拆以后 再去怎么处理球 对 然后如果是球员角度的话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就可以去调整我的训练 调整我的技术 对 嗯 而且你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也想到就是 这个球员 以球员角度的话 你可能在训练的时候 你也可以记录 你这两种 呃 发生的情况 的命中率是不是 是不是跟在比赛 场上发生的 有一致性 或是 有一些落差 然后再去看 是不是因为 呃 场上的防守 他怎么去防守 你再去做一些调整吧 对 就怎么样 让我的训练 更加契合比赛的情况 对对对 那 嗯 其实我自己 我自己有 想问你的就是 嗯 因为像我们 刚刚在讨论的 很多东西都是 的数据运用 都是比较像 呃 描述 已经发生的事情 或是 呃 就是拿来做 做为检讨 或是 呃 调整的 工具吧 嗯 那 你有 你有没有觉得 在冷球场上 可以用这些数据来 预测 因为 现在很多学习数据的人 他们都是 在做很多 predictive 就是 为了未来 未来预测的一些 工作 但是 运用在体育方面 嗯 就是体育 篮球场上的话 你觉得 这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这样运用吗 还是你觉得 其实有一点困难 我 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蛮深的 嗯 就是从 从我个人的 偏好来讲 我不是 我现在还没有很倾向于去做预测 就因为我觉得 不是说这个东西没有价值 我觉得它很有很大的价值 只是我不太信任 嗯 它有预测出来的结果 我担心它会有一些 它的一些导向 就是 会过于绝对了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这种 但是我觉得它 呃 我觉得作为预测的一个很好的应用模式 可能是 如果我能量化情境的话 我就会用它去做预测 就比如说 我量化的是 我们这个球队在遇到紧逼防守情况下 两分球三分球的那种率 我可以量化这个防守 然后我又可以量化到我的对手 他喜欢 他比赛当中 有多喜欢做那种紧逼防守 哦 你这样的情况呢 我在赛前可以用这个模型 就说 哦 我们遇到这个球队的时候 我们可能效果会比其他球队差很多 那这个就是说 就再去找自己 设计的其他打法 或是 有可能就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 呃 你的球队有某种 防守的形式 或是防守的策略 那可以用 这 对手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 去预测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 呃 选择 或是什么样的 战术上的运用之类的 嗯 可以做准备 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嗯 哦 那蛮酷的 我猜现在 真的在体育中运用 就是 预测 数据方面 用预测的话 应该就是 赌场吧 我觉得 对 有那些 sports betting的 对对对 工资 这些球员会得几分 然后助攻多少之类的 对 预测比赛走向 走向 对对 我看到 我现在看到最多的运用predictive 应该都是这些 类似这种 呃 运用彩券的公司 对 博彩公司 是的 你们叫什么 博彩 哦 我觉得 你说内地吗 我觉得可能会叫博彩 体育彩票 我觉得博彩吧 嗯 我们好像叫 运 运彩 运动 彩卷之类的 哈哈 我们美国叫什么 sports betting 对 sports betting 是是 现在 现在美国 非常 就是 一直在疯狂推 sports betting 的东西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没有 因为我不 不可以 哦 是 但是我每 我每次听那个 我每次听podcast都是 嗯 一些 sports betting的 公司在 哦 赞助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那个 JJ Reddick 那个 那个 Draft Kings Draft Kings 我们这里没有赞助 所以大家不要去Draft Kings 哈哈 哈哈 不过真的 现在美国就是 超级多sports betting的公司 我好像 好像华盛顿 就是 巫师 就是 Mistix 他们 那个公司 他们要搬去 Virginia 从DC把球场搬到 嗯 我有听说 好像是因为 在DC不能 有online sports betting 但是Virginia可以 哈哈 Really Yeah DC是规定 他们的 收入法 就是规定不行 但是 Virginia可以 可以在手机上 下 下注 蛮有趣的 哦 是 他们是只有那个 奇才会去 Virginia 然后奇才搬走之后 可能Mistix 就会搬到 奇才原来的 那个大一点的 球管理 这还蛮 哦真的吗 很开心 嗯 哦所以Mistix 有可能搬到 他们的NBA球场 Type of Women 太酷了 对啊 这样 就球迷就会有很多 对对对 而且在BowTown 然后场上的那个 对 就会交通也方便一些 哇 那挺酷的 希望 你看到那个 对 又看到Katelyn Clark 要参选 选秀的消息 有 我那天 现在 现在连很多 我的朋友 就是 不关注女蓝的人 他们都会在讨论 相关Katelyn Clark的东西 我觉得超酷的 对好开心 我记得当时 当时我在亚特兰大 然后他们是去年打 Final Four的时候 嗯 然后 我有叫一个平常 经常一起 我们一起看NBA的朋友 我说去看 我说去看WNCA 然后他说 他说他没有看过 我说你去嘛 然后 就他一开始还有一些 抗拒 然后 然后我没有去了 然后当时有一家小酒馆 然后墙上的所有电视 都在播同一场比赛 就是同一场比赛 然后三个不同的角度 嗯 我当时就觉得 我没有看过 这样转播女蓝比赛的 圣 这种圣势的画面 对对对 超开心 然后那一场不是 他 当时是四分之一 然后他赢了 对对对 然后据搞笑的就是 打决赛的那一天 然后我那个朋友 叫我去看的球 换他找你去看 就立刻圈粉 太搞笑了 我感觉巨好 那 刚好 刚好讲到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在美国的这段期间 有没有觉得就是 大众对于女蓝的 就是知识度或是 看法 有很大的转变吗 还是你觉得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除了像 你朋友有突然被圈粉 就是你带他去看一次 他就喜欢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情况是 你发现好像大家有越来越喜欢 观看女蓝的比赛 我觉得前面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一个bubble里 我自己有自己的回应笔 就我很喜欢 所以我会 我会带着我的朋友 什么男性朋友 女性朋友都会去 然后 我是会 我是愿意就是一点一点的 把这个对女蓝的 这种喜欢传播下去 然后 然后我就会看到 就我带着他们去看球的那些朋友 会经常给我反馈 或者会转一些帖子给我 就大家都在聊 就还是 很欣喜的 然后 转变最大的这段时间 就是 就是去年到今年 嗯 然后我还看到 Overtime 对就从去年 Katelyn Clark 然后Angel Reese 他们 对对对对 掀起了这一波之后 然后我还看到 现在Overtime 又出了Overtime Select 嗯 就是一个高中的 女蓝联赛 我觉得就 就有 慢慢的在变好 之前Overtime 也会办一些高中的 像 有点像 All-Star Game 那样子的 活动 对 他会办 他叫什么 Take Over 一年半一次 有一些一对一的比赛 三对三的 我觉得蛮酷的 还挺有意思 对啊对啊 那 哦对 那你觉得 你有看这次 Sabrina跟Steph的 全明星的投篮吗 哦 我觉得这也很酷 我看了几景 因为这边是半夜 你半夜有看 不对 哦你有看 没有 不是半夜 我可能 我有看Highlight 我 我有从那个 从Sabrina 全明星 投了超高分之后 嗯 然后Curry就开始说 我们要比 我从那个时候 开始关注这件事 我觉得 还真的发生了 哦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也觉得真的 超酷的 对 我 我当时还会觉得 就这个 我 我当时会觉得 他们把Sabrina 请过去 直接就跟 别的三分赛一起比 我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单独的 他们两个 这种形式 是对决这种吗 嗯 自从 自从 全明星赛 发生 活动之后 很多人说 等Caitlin Clark 到WNBA 就可以 Caitlin Clark 跟Sabrina vsSteph 还有Dame 哦 这个也很酷 对 我觉得蛮酷的 你觉得为什么 Caitlin会想要 今年加入 WNBA 因为他还有 他其实还有一年的资格 可以打大学篮球 他可以打大五是吗 嗯 哦 I don't know 当然我觉得他做这个决定 还是 还是 还是挺有魄力的 在我看来 对 嗯 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带着这个 他带着这个 momentum 可以把他带入 WNBA吧 WNBA 我觉得这样会好很多 对对对 就能WNBA的 那个观众 再看得多一点 如果他再多等一年 我不知道话题性 会不会 比今年更少一点 有可能 因为 如果多等一年 就是他和 Page Buckers 谁拿撞人 我觉得也会买 后话题 那也是 不过我觉得 目前就算Page 也有加入的话 应该还是Caitlin 会是状元 就是 no doubt 对 我觉得 真的他们两个的 他们两个成长到现在 the timing真的超好的 就是 他们从大一的时候 就开始有很多话题 然后 NIL 的成绩 他们大一的时候 就是 两个 Top the Guard 加入大学 然后有很多 就是 他们在NCWA 有对打过 然后到现在 准备要加入联盟 我觉得是一个 希望可以带来 就是一个新的 风潮吧 对于WNBA的 球迷来说 天哪 对啊 你真的也希望 然后 然后WNBA应该是 是明年还是后年 要跟赞助商重新签 就是比赛转播的合同吗 我觉得也是好事 嗯 真的 还要 他们还要加入 Golden State 也会加入一支 WNBA的球队 想去 在明年 哈 你说什么 我想去 想去看吗 你再回来吧 我们一起去看 想去工作 快点快点 赶快回来 我 我加油 我觉得 现在 现在真的很多 连我都 就是没有在 关注NBA 或是 关注篮球的人 连他们都有跟我 讨论到 全明星赛 就是Steph跟Sabrina的投篮 然后也有很多球迷会 因为现在 然后喜欢上Caitlin Clark 然后看 开始关注一些女篮 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 很 让我期待的一个趋势 一样的 我也是 就心里暖暖的 然后也很开心 明年又有 2024的奥运 就刚好 所有都 堆在一起 是今年了 哦对 今年 你还 现在已经三月了 我还活在 2023 我还有一个 另外的 project 在泰国是在看那个奥运会资格赛的时候球队的line up的一些数据 哦 嗯 你有发现 然后我想看 还没有 还在 还在看 还在做基础 比较基础的搭建 对 写代码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想把它做成一个 我想把它做成一个可以交互的app的那样 然后 我觉得可能还有半个月一个月吧 能成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还可以一起看一看 一定要 然后奥运会的时候 再分析一波 可以可以 我在资格赛的时候 我最近有发一个日本队的影片 然后 我 我还有想看 就是 呃 你知道 比例适合美国 哦 对对对 因为其实 我 我比较想知道 就是WNBA的 或是不是WNBA 美国女篮的 质量 就是美国女篮国家队的质量 跟 世界其他的球队 有没有落差很大 因为以前是落差很大的 对 我也想看 对对对 像是男篮的话 从上次世界杯 就是 美国队的男男 好像 第四吧 所以 他们就已经有一些球队 慢慢 接近他们的水平了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 对可以看一下 嗯 酷 我感觉比例是 还蛮强的 他们 他们是很强 我觉得 我要 我要再研究一下 我之后再跟你 跟你分享我的想法 好 那今天 我们到时候 你有什么想分享 我就 就还好了 我就是希望 当你看 美国和比利时 那个比赛的时候 我的app可以做出来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去app里面 看 我觉得那种 那种感觉会很好 太酷了 那 我也蛮期待 就是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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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奥运的 top 4 应该都挺强的 女蓝吗 对 对对 就是 我猜 你的top4是哪四个 比利时 法国 然后 当然还有美国 然后 另外的话 其实我就 不太确定了 可能日本吧 不知道 有一点难 我会 我有主观 偏见 我觉得 我觉得 中国 你们会在top4 然后 我可能 top5里面 跟你一样吧 然后加一个 中国 你们 我也是 top5 我也是有 中国 我觉得 他们的 其实我 我的相机没电了 没关系 不要理他 我最后 最后讲一下 就是 我之前在亚洲杯的时候 看 中国对日本 那时候的决赛 我就觉得 中国的 现在的 进攻非常成熟 就是 走位还有战术 我都觉得 已经 就是跟 跟日本的那种 战术运用 非常 就是 差不多了 很流畅的感觉 而且又有 又有身高跟 投篮 我觉得 很期待看 这次奥运 我也是 就 我 天哪 我希望我到时 我到 我希望奥运会的时候 我在美国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 可以 你来吧 永远欢迎 那 好 Bogi 那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 社群 或是 可能 任何想 分享给我们 听众的 我暂时还没有 我在 我希望等我的 我的webapp 好了之后 我在这里 推销一波 我的webapp 好 没有问题 那今天 非常感谢 Bogi 加入 我们的播客 当我们的 特座主持人 那希望大家 喜欢这次的播客 想要支持我们的 节目的话 可以 在下面资讯欄 我会放 所有的资讯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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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